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160个坦白讲应该是要5-6个小时 不过我们临时就开了三线 所以我们在12点之前也把160个全部采完 那像今天这个采捡160个 那我们一期大概1个小时就被结束了 我们的检验报告如果是快塞的话 20分钟就可以出来 如果有高风险我们需要马上知道的话 20分钟就可以出来 那一般的筛检大概3-4个小时 针对阳性我们就遵照卫生级的指示 那该到医院隔离的话 就会到医院隔离去 那如果说医院的量能不足 那卫生级会统一分派 那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也启动了 像有一些集中检疫所的收治 对于无症状或是CT值比较高的 那我想我们还是遵照卫生级的指示 来做进一步的处理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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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